就我們剛講的所有的一個選品的需求 都是我們在進行真正選品的時候 可能會進到第一步 就是我們要去儘可能想到顧客的需求 我們不僅要結合已有的產品去洞察商機 還要去給顧客提前去預想顧客 他會有哪些需求 當我們有收集了這麼多一些顧客需求之後 那首先第一個我們要 我們要做的 肯定不是說今天這個產品弄來以後 就立馬就去開去 就去開了 就立馬去發貨 並不是這樣的 我們要進行篩選 所以我們拿到產品 有第一步要做的 我們要進行初篩 初篩篩什麼東西呢 篩什麼東西呢 我們要把一些容易踩坑的一些元素 要把它給避免掉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要去盡量的去找那些 那個 重量比較小的 體積比較小的這樣的產品 因為低物流成本的話 對於我們賣家來說 不僅對於 低賣家還是老賣家來說 其實這個南方呢 我們的利潤也更好把控 第二就是你要去 盡量去避免 找那些就是那種不容易清關的產品 盡量避免找那些不容易清關的產品 那還有就是呢 要找一個合適的價格區間 那對於我們賣家來說 特別是新賣家來說 那麼操作難度比較容易的 那應該來說是在15到70美金之間 相對來說 是我們操作上面 是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的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點初篩 要去篩查這個東西 就第一個把體積比較大的 重量比較大的這樣的產品 優先做第一輪的篩選 把它篩掉不做了 第二個就是功能相對來說 不是那麼的複雜的 然後容易清關的這樣的產品 把它給挑出來 那第三個就是合理的一個價格區間 當然不是說高單價不能做 但是就是說高單價產品的話 大家在實際操作上面 可能難度會比較大一些 那進行了初篩以後 我肯定叫再進行第二輪的一個副篩 那副篩的話 一般來說就要借助到我們的一些 比如說選品工具等等之類的 比如說市場調研板塊 那在這個板塊裡面 賣家精靈是能夠幫我們做到這麼一點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市場調研調研的第一個東西 就是要去調研我們的一個熱度 以及搜索量 所以這個裡面 我們就要去看我們的一個核心關鍵詞 一個搜索熱度 關鍵詞核心關鍵詞 它的一個搜索熱度 那第二個呢 我們要去看的就是我們一個 有沒有品牌壟斷 或者說有沒有一個銷量壟斷 那這個在選品工具當中 賣家精靈裡面都是可以去看 待會我給大家那個花幾分鐘時間 那個結合賣家精靈 來給大家進食套一下 那還有第三個 我們要進行市場調研板塊 就是要去看我們的產品 它是否處於這個生命週期的 要就看我們的需求量 它是不是不斷增加的產品 那首先我們第一個要去看的就是 目標銷售國的一個趨勢 比如說我們可以去看 比如說借助一些骨骼趨勢 關鍵詞趨勢 這樣的產品 去看它的一個淡忘季 以及還要去看有多少新品牌的湧路 以及包括看review的數量 review的星級 以及包括看它產品的一個上限的時間 那麼還有就是我們在市場調研板塊 還要去看就是我們的利潤空間有多大 如果說我們的選擇的產品 是主要是通過這個海運發貨的話 那麼利潤的話 至少保證在35%以上 如果說是空運的話 至少至少至少最低 你的這個初期的一個利潤率 你是要保證在25%以上 所以這個我們在前期的選品當中 是可以進行個利潤一個篩查的 那麼對於我們現在的賣家來說 如果說僅僅停留在市場調研的這幾個板塊 遠遠是不夠的 我們還要去進行個關鍵詞的調研 所以在這裡面 賣家經營它其實就可以幫幫助我們去發揮很大的作用 首先第一個賣家經營裡面有個非常重要的維度 就是流量成本占比 這是他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維度 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在選品的時候 他只會關注到產品的成本物流成本投誠這些費用 但是他往往會忽略到 比如說廣告的一個競價呀 包括他現在買個流量到底有多貴呀等等之類的 會忽略掉這樣的元素 所以當我們進行了初篩和復篩之後 我們還要再進行人精篩 就是對關鍵詞進行調研 所以第一步調研流量成本 所以賣家經營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 這也是我今天非常主力推薦的 就第一個就是貨流值 這個是在他賣家經營後台裡面有一個專門的字段叫貨流值 所謂的貨流值呢 他就幫你把這個廣告這個費用占比這個總成本 他就跟你算不來了 那還有就是這個點擊集中度 點擊集中度 他就會幫你去看 比如說選一百個樣本裡面 那麼我的所有的一個銷量和流量的一個占比 集中在投賣家裡面 他的集中度到底是怎樣呢 那這個集中度如果說越高的話 說明當前的壟斷是越嚴重的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在做關鍵詞競賽的時候 要去重點去看的軌度 那還有就是看首頁首位訂單卡位的位置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說我要在對應的類目裡面去爭這個 小類目或者大類目第一名的時候 我大概要用多少個訂單才能卡住這個位置 那這個的話在賣家經營的統計維度裡面也是能夠看到的 那還有就是關鍵詞調園還可以幫助我們去去進行選品 所以這個是可能大家是沒有想到過的 那待會兒都會在賣家經營後台給大家一一演示到 那還有就是關聯流量 關聯流量選品 好那現在的話啊我現在切到這個賣家經營後台 然後呢選一個產品的例子給大家用一下啊 到底要怎麼樣去用我們的這個賣家經營的功能 好那如果說我們用賣家經營的話呢 那他這裡其實有個專門的一個選品板塊的啊 那麼你可以點進去查進品選產品都可以啊都可以 那麼我以這個charge station啊這個充電裝這類產品來進行一個舉例啊 那我現在用這個查進品的一個功能點進來之後啊 他這裡面會有一個專門的一個市場分析大家可以直接點進來 點進來以後啊你也可以選擇那個對應的市場啊對應的市場 所以我們在進行選品的時候不是說啊美國戰點選出來以後就可以直接放在其他戰點去用 肯定不是的你要做哪個市場就要點到哪個市場去做市場調研啊 那點進來之後 那這裡面他就會有一些是細分市場的一個一個數據啊一個數據 稍等啊 charge station 好 我點這個 點進來以後啊這邊會有一個直接的一個市場分析報告 那市場分析報告裡面他就直接幫你羅列出了我們剛剛在複篩當中的這些啊市場調研的一個板塊啊 比如第一個行業趨勢啊行業趨勢那麼主要就是從這個搜索量來看啊 那一般來說如果說以美國戰點為舉例的話呢 那這個線大家可以以10萬為做做為參考 那你看這些關鍵詞的搜索基本上都是在10萬以上啊都在10萬以上 那還有第二個就看他的一個銷量的一個分布啊 那你看從2020年到2022年 他其實在2022年他會2020年他有個小高峰 然後在21年的12月份啊 這裡他一個小高峰 22年相較來說啊相較於去年來說他其實會有個小幅下降但是總體來說他其實他的量還是非常不錯的啊 但是商品集中度啊但是就已經非常高了達到53.2%啊 53.2所以我們如果說做市場調研的時候 那麼就可以很清晰看到比如說像這個藍色他 他那個是這個是新賣家新賣家所以在前五裡面是沒有新賣家的所以這類產品一般來說競爭是比較激烈的啊 而且看他的品牌競爭度當前也達到62%一般來說超過50%這個賽道大家就要非常小心了就是說明他這個競爭程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而且看新賣家的一個占比啊新賣家主要還是集中在後面這些這些排名裡面在前面頭部基本上看不到那個新賣家的一個比例 基本上看不到新賣家他的一個聲音啊 然後賣家類型裡面啊基本上都是 FBA啊自營的占比當前倒不是很高這6%啊倒不是很高所以亞馬遜他可能當天在這個賽道上面他沒有進行很大的佈局 然後賣家的類型大部分也還是中國賣家 上架時間基本上啊三年以上的賣家還是非常多的啊所以這個賽道的話如果說大家要去做的話可能美國站點就不太適合去做了啊你們倒是可以去把它切到其他站點去看一下啊 比如說像這個比如說我想看看印度站點可不可以做那你就直接把它切過來 重新選了吧 在這裡面是可以選到印度的當前在賣家進行後排的話 新站點裡面啊目前 只有印度啊其他比如說像什麼新加 目前還還找不到啊 所以你看如果說這個產品如果說放到印度站點的話大家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啊 同樣我點這個市場分析這裡面就會直接跟你生成一個報告 從搜索量的數據上來看這個跟美國目前來說還是不能比啦因為你看到最高這條線主要還是集中在3萬左右 如果說以10萬這個線為基準的話是遠遠 還肯定是遠遠達不到美國的這個量的 但是至少對吧相較於他這個印度人口的話說明當前印度市場這類產品他的一個虛幅飽和度啊是非常非常不飽和的 說明還是很大的一個南海啊大家可以去做的 然後其次你再看他這個 行業的銷售趨勢啊主要還是從2022年的3月份才有賣家慢慢進入進來啊之前的話基本上是沒有做的 然後再看他的一個商品集中度啊商品集中度 這個排名第一名的這個人啊 當前還是有一定的一個壟斷的一個優勢的但是總體來說的話 如果賣那個新賣家進去的話還是可以去能能夠分杯分到一杯根的因為你看他當前的銷量這個賣的最好的人 月銷量1000不到啊1000不到 然後品牌集中度的話 目前來看啊感覺好像有壟斷啊但是因為他現在還屬於一個相對南海的一個市場所以大家進駐的話難度相對來說是不是很大的 然後包括這個賣家集中度以及賣家類型賣家類型 上架時間啊上架時間一年以內的是最多的一年以內最多的其次是半年啊三年以上的只有13%左右啊所以也就說這這個賽道裡面 老賣家的占比並不很高 然後上架趨勢最猛的還是2022年啊2022年 所以大家可以 啊去關注下這個印度這個這個啊這個站點啊還是非常的 非常有前景的上一個站點 好然後在大家經理裡面啊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用的壹個功能就是我會用除了這個選品裏面啊比如說選產品選市場關鍵字選品裏面我當我在地進行這個金篩的時候啊我可能做關鍵字調研的時候啊我非常喜歡用這個功能大家也可以去試一下就是這個啊拓展流量這個功能啊 啊應該是關關鍵字挖掘啊比如說我也這個charge station 就是關鍵字挖掘的時候啊 放在這關鍵字挖掘的時候啊一般來說我們可能做廣告的時候可能會用到這個功能的選品的時候其實也是可以用到這個功能啊那我現在來給大家說說一下那個怎麼來怎麼來用首先第一個我會看這高頻詞 高頻詞裡面會有很多的一些高頻屬性那這些高頻屬性 就非常有助於我們在開屏的時候比如說我要去做一個這樣充電保類型的產品我就要知道顧客他高度關注的屬性有哪些比如說第一個啊無線第二個大部分買來是那個給那個蘋果用的然後呢USB對吧然後呢還有這種帶這種支架的stand包括卡啊安可的話就排除因為它這個是一個品牌詞對吧 然後呢易攜帶包括多功能啊然後快速充電等等之類的也就是這些屬性的話就便於我們去調研這一類產品就是哪些屬性是那個顧客重點去關注的啊那這個就是便於我去用關鍵詞句所謂的常委詞去進行錯頻啊 那還有就是在這個功能裡面它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就是供需比那麼所謂的供需比的意思就是比如說啊當前顧客的搜索量比當前的一個商品的數量 當前的商品數量也就是賣家的數量又越小比如說像這個0.1說明什麼就是說有10個人有這樣的一個Google啊有10個人搜這種啊充電充電裝的產品但是只有一個人在賣那你想想這個當前這個市場它是屬於藍海還是紅海所以供需比這個如果說你看到這個數字越小的說明當天這款產品它是越藍海的也就是大家要極力去做的啊這樣的一個產品啊那這是第一個維度我會去看的第二個呢我會去看它的一個SPR所謂的SPR就是說如果說我當前想要搶的這個關鍵詞它的一個大類和小類排名第一名的時候 那麼我大概要出多少單我才能夠搶到當前的這個排名所以這個數字越小說明當前這個類伍這個賽道它的競爭程度是越低的啊所以這個是我第二個會看的一個維度啊那第三個啊可能會去看一個貨流值啊貨流值可能在這個功能就看不到那麼它是在這個功能裡面會看到啊所謂的貨流值的它的一個概念就是 它就會告訴我們比如說當前這類產品 買一個流量它大概要花了多少錢啊貨流值 那這個值 越小說明當前在這個類目這個產品這個賽道裡面它的一個競爭程度就是越小的如果說當前的貨流值已經大於比如說我們的毛利潤的話那基本上啊這類產品 可能你們在篩選產品的時候這類產品大家就可以考慮不用做了啊因為說明什麼就是這個產品的話你可能前面排場這個市場調研各種競爭動都覺得沒有問題對吧 但是你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你後期產品推廣時候的一個推廣費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他可能前期花了很多 你去找產品發貨但這個競價對吧這個廣告這個流量太貴太貴了根本就用不起所以導致他們最終是放棄了 但是你可能會問啊那我直接看這個PPC競價不就可以嗎這肯定是不能了對吧因為每個產品的價格不一樣 比如說你這當前這個1.8的競價 如果說我的產品這20美金的話那你這個競價你這樣這麼一算來的話大概有百至十幾哦就是你這個廣告競價占比這個銷售的話百至十幾那這個是相對來說是偏高的啊 但如果說我的產品當前的售價是能夠到達180美金的話那你這個1.8美金其實對我產品來說就不算什麼東西了對吧 所以我們這裡面就要看一個貨流值那這個值的話建議大家最大最大不能大於自己的一個毛利潤啊建議大家最好最最小能夠控制在百至十以內 所以如果說你發現這個貨流值大於百至十五的話基本上這類產品的話大家就想到後期去推廣這款產品它的難度就會非常非常大 處理一下